歡迎光臨 很光臨 今天我們有一個好機會 我們就参加師傅 在我們中間 要將他這個專業 來訓導在我們中間 他會播五點到五點半 他就在参加 我們在這次交通新聞館 來到這裡要做七點 我要請大家 將我們的手機外交 比較健康就我們 在這次交通新聞館 謝謝 我們來到法國室 我們先掌聲 大家晚安 好 我們 已經換還是台灣人 你們聽到會還是會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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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好 好 如果我聽不懂台語的 我就用我的台灣口音 我是在彰化長大 然後在彰化變花了很多錢 因為在學校講台語 就有學生會去幫到老師 然後就要畫畫畫 家裡又很窮 所以很痛 但是那個 你的媽媽講的是台語 所以 人家罵你的時候 你國語罵不出來 你問台語才會罵 你罵出來 你罵出來就可以做到七點館 但是還是可以 聽起來就是台灣國語 今天要跟大家講 叫Post-Morning Ways 後現代暗潮 後現代是一個名詞 也是一個觀念 也是一個典範 所以我今天要給大家介紹 什麼叫做典範 什麼叫做典範 這個是叫做色 就是衝浪 如果你會衝浪的話 那個浪大內 你會衝得很快樂 因為你是在浪的上面 如果你不會衝浪的話 拿浪來的時候 你就不是乘風破浪 你可能是叫做巨浪面 那我用這樣的一個比喻就是說 後現代是一個浪潮 是一個浪潮 這個浪潮 你沒有辦法逃逸 因為我們大家都活在後現代 包括我 後現代所謂開始是1930年 請問1930年以前出生的去是什麼 沒有吧 所以 但是我們台灣的教育 我整個通常過程 我們只接受是現代的教育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落差 你知道嗎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 這就是現實的 你成長的環境 我們的老師那一代他們教人 還是現代的教育 那可是我們是活在後現代 所以 我們教育跟我說 你要來前年說什麼 我是說好 我來跟你說 我所了解 我所了解的 後現代 到底是什麼 那為了講後現代 我就必須要講現代是什麼 那為了講現代 我就必須要講前現代是什麼 人類的歷史 就被分為前現代 現代 後現代 那現代比較容易了解說 摩登 這個人的摩登 其實那個就是現代 你知道嗎 Morning 那現代可以用兩個字代表 叫做科學 所以如果不管你現在很年輕 如果你相信科學是最後的答案 科學是最後的標準的話 即使你是活在或現在 可是你的模樣是現代的答案 再講一遍 所以現代的特點就是科學 後現代 它的特點是語言 language 是語言 是語言 那前現代 它的重點是神 這樣可以嗎 就是說 你碰到問題 最後 你的解決 用什麼解決 前現代 到最後都是找神明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科學 到最後人都不能處理的時候 就是 求神 求神 神才有辦法幫我們處理問題 可是到了現代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科學 你還在相信神 這個人叫做 不夠現代 對不對 什麼事情都要科學可以 那這個叫現代 那或現代說 即使 神也好 科學也好 即使都是 人花明 叫做文字 你說神這個字 是人自己花明出來的 科學這兩個字 也是人花明出來的 所以重點 人的特點 是在乎 所以後現代的重點 是討論語言 是什麼一回事 這很有意思 那當然一開始聽你會覺得 霧傻傻 慢慢慢慢你就會聊天 人類有一個過程 有一個過程來轉變 為了避免大家有一天 發現被這個巨浪面臨 而且能夠在後現代 過得很快 成功破浪 所以我們 舉辦這個特會 那我這個東西 要講蠻長的時間 所以我可能會慢慢講 就是說 一次一個小時 那也許會講個 九次十次的說明 就是說 那個東西很多 那我給你們的也是一個 概論 一個開始 那要講這個 就要講到下一個東西 這一張圖 我沒有人看過 看過的舉手 好 很好 這一張圖 如果要你描述 你會怎麼描述 請你告訴我 這張圖是在畫什麼 你會怎麼說 看著圖 看到是什麼 看到很多雲 好 你看到什麼 一座橋 一座橋 嗯 也許那是橋 對 好 還有呢 看到什麼 對 你看到大海 對不對 看到下面有海大 那海的 跟雲中間那個東西 是拱門 還是橋 還是什麼 不知道 可是好像是人的建築物 它好像是 蓋在海的上面 這樣可以嗎 這是海上的一個 風景 可是上面好像有人造的 風景 像這個 可以有風景嗎 風景 應該五百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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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 是什麼 那這個是雲嗎 那同樣一張圖的 另外一半都遮起來 所以你看不到 你只有看到 半張 我現在給你看到另外一半 這個叫做 拱門 你知道意思嗎 海上的拱門 它好像是這樣 這樣一個拱門 好 這一張你看到的是什麼 環船 是嗎 你確定嗎 是環船 對不對 好像三艘 至少兩艘半 海盜船 你看到是船嗎 一邊 是arch 一邊 是se 環船 跟孔門 即使這是孔一張圖 你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藝術家 很有意思的 就是說 我們叫做 眼見為真 對不對 可是這張圖 就讓我們有一個 不確定的感覺 如果從這邊來看 這個是很清楚 就是環船 對不對 那這一個環船 就比較小一點 這個就比較不清楚一點 到這裡我就不敢說 那是船 還是雲 還是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邊很清楚嗎 這是雲 對不對 這是拱門 怎麼轉得過去 你怎麼轉 怎麼從這邊轉 看起來是同一個海啊 這個拱門的地方 變成關船 這個改變 這個改變 叫做觀點的改變 當你把你的眼睛 住宿在這邊的時候 它就是床嘛 可是你的眼睛看在這邊的時候 怎麼看不是床啊 對不對 它是拱門嘛 可是它是同一張 但是因為我們看到的焦點不一樣 看起來答案就完全不一樣 兩個都對 可是兩個都只有看到一部分 其實我來這裡 在當機 我們跟他們講的 叫做新眼光 就是同一件事情 同一個東西 你換個角度看 完全不一樣 其實它是同一個東西 記得我在中學的時候 我們老師 女士課會拿一個維納絲的頭 你知道維納絲嗎 很漂亮的女孩子 那個希臘的那個女神的頭 他就放在教室的中間 所有的同學就坐著椅子 繞著那個維納絲 就要畫籤筆畫 那你如果被拍在維納絲的正前面 你畫的就是一個鼻子 兩個眼睛 對不對 如果你倒霉被拍在維納絲的後腦 少的後面 你畫的就是一對頭髮 兩個耳朵 可是是同一個維納絲 為什麼畫出來的圖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們有不同的面向 英文叫perspective 不同的觀點 不同的角度 看同樣的東西 看到都完全不同 那這個用圖畫來講 你可以懂 可是對事情的看法 你就不一定懂 那種本來看起來是拱門 後來看起來什麼是船的時候 那種對你來講是很不安的 因為拱門是拱門 船是船 根本是兩個東西 為什麼會 以前看起來是拱門 現在看起來是船 這種改變 就叫做典範傳 英文叫paradigm shift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研究 這個不是我做的 是一個科學哲學家 他做的 拱門環傳 叫paradigm shift 那個自我找的鐘 字典找的半天 他就叫典範 典範的模範 其實不是模範 它是一個框框 一個你看事情的一個架構 你用這個來看世界 比如說 一般的人 你在看事情 就看說 我這個東西 我可以賺多少錢 就一個商人來講 他不管做賣賣 他做的賣賣 我當然是要看如何 可是當你已經 不是這樣子的時候 你看到說 我這個東西賣出去 人家吃了會不會生病的時候 你已經不是一個 唯利是圖的商人 因為你的看 不是只有看到你的利潤 你還看到 買東西的人 會不會受到影響 這樣就不一樣了 你做的事情還是一樣 你還是買東西 我用我的例子 我在當牧師以前 我是醫師 從台大醫院 到恆春 當醫師 那恆春人 因為那個 很熱 天氣很熱 所以他們穿的衣服 都是那個麻沙 知道麻沙嗎 就是不好 這樣 比較不太熱 麻沙的特點 就是半透明 你知道嗎 就是有一點看不到 有一點看得到 對 然後呢 那個 整腳 那時候飄泡仙女健保 那時候那時候 整腳 都要看病 都沒錢 可能 這樣 然後 我們醫生 在醫院 看到病的健康 不是先看他的病 先看他的病 先他口袋放著錢 到底是紅的還是藍的 如果顏色看起來是紅紅的應該是100塊的 他可能只有100塊而已 如果看起來是有一點藍色紫色的應該是1塊的 這樣就比較有錢的知道嗎 醫生需要不需要考慮病人的經濟能力 需要不需要考慮 有的醫生說我跟人家看不太多了 對嗎 有錢沒錢你找錢沒錢你找錢去找錢 有的醫生不是 他不只看到病 不只看到人 還看到他這次來看病 他家裡的經濟可能會怎樣 所以這樣的醫生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醫生 你就會讀到喝一些 他會有很多 那我們感動的是在 那老 我覺得醫生叫做假護醫生 認識他的幾種 年老的應該認識他 年輕的應該沒有聽過他 因為他五十幾歲就有過世了 謝偉 謝偉他是醫生 可是他 他的點外 他的視野 是跟一般的醫生不一樣的 他老婆也是醫生 他老婆就是傳統醫生 好好的看病人 好好的轉檢 好好的養家 他是 他是學了畢以後 他是到所有需要醫生的地方 不管那些人 有錢沒錢 他都去 我想讓我們故事給你們聽 你聽了一個應該會來不懂 他早期就是 在山頂 高山上面 是幫那個原住民 開刀 當時呢 台灣很多原住民 得了那個 復胃病 就是 Tuberculosis 就是肺結 胃結核當時 沒有什麼有效的調 就是好人 給你知道嗎 就是要吃喝這瓶客 你逃 這樣有機會好講 否則就沒有辦法 可是原住民很窮 根本沒有辦法 有一個方法是 不得已的就是 當發現他的 右邊的背 已經的胃結核已經 破洞的時候 開刀 有一個方法是開刀 讓那個會 collapse 讓他回溯 那個胃結核菌就死掉 沒有兩劑 這個是當死的 不管的話 這個病就是 爛 爛光就死掉了 這個 謝偉醫師 他都要上去 幫這些 沒有辦法 沒有剪下來 山下 當官方基督教醫院 同時台大醫院 開刀 要幫他們開刀 救他們的命 後來台灣的公共衛生 進步了 就有卡戒苗 有卡戒苗嗎 你們回去看你的手 可能都還有一個疤 那個疤就是卡戒苗 那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進步 因為卡戒苗 你出生打了以後 會結核菌 就沒有辦法讓你生病 所以現在他們會結核就很少 不是沒有很少 大部分人都有免疫 所以連原住民也是打劍 所以就沒有 他都跑去哪裡 他跑去布袋 布袋 布袋那裡 的人 有一種奇怪的病 就是那個腳位也黑掉 從那個腳趾頭開始黑 而且那個黑的時候是很痛 吃什麼指頭都不會癢 然後後來那個會乾掉 就必須要拒掉 因為吃什麼指頭都不會癢 但是大家會想吃什麼病 吃藥也不會 只有一個 就是已經黑掉了 就要切掉 就是截肢 截了以後 他才會癢 所以維醫師呢 他就開始到布袋 幫那些人 截肢 後來也不需要去那邊了 因為政府發現那個其實是什麼 是那個水裡面有巴仙 有生 那生是會中毒 所以那個是中毒的現象 所以我們台灣人 現在沒有很多地下水 那都講怎麼來水 自來水 那自來水一來呢 霧袋的人就沒有這個病了 所以他不需要到霧袋去 他又找到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 李林 我們在畫 開鏡 那個地方 小孩子 會得一種病 叫做小人麻痺 破裂 現在你們很少 因為現在有那個疫苗 你可以吃那個什麼 三病疫苗 三個疫苗 吃了就像那個位階 那個時候沒有 所以很多小朋友會得這個病 他可憐 他生出來 那個小孩就是扭曲 然後這些人就是 很痛 那這種小朋友 你也需要開刀 或者要開很多次 一次夾一點 夾一點 讓他至少可以穿的支架 可以站起來 可以走路 或許你們還有看過一些人 現在很少 這位醫師 他五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是月曜時間 就開始到二年 放他的小朋友 就開始瘦瘦 五十三歲 有一天下午 他前一天 什麼事情很累 睡不好 他老婆跟他說 你車子不要去 因為你太累 開車 好不好 他在這個地上 講的第二句話是說 我如果慢到二零 五分鐘 那個小朋友就都受苦五分鐘 我今天那個小朋友 憋好了 我還是要去 結果他在從南投開車到二零的半路 真的是睡過去 他的車就撞在路邊的樹上 他就撞 他是撞車死的 可是他是這樣死的 所以他死的時候 很多人想來送他 很多人想來送他 然後那個山上那個 挖一邊的就是被他開那個肺 甚至挖一邊的就從山上爬下來 那個沒有腳的 撞著拐杖 就從布袋 那以前他是幫他開刀 很多小龍馬必須做的革命 別來 那個南投教會裝不下 後來就只好在那邊搭葬 那時候沒有什麼電視 那時候就是用阿喇 話 在高北禮拜的時候 快結束的時候 有一個三輪車 有一個計程車試機 說我要講話 大家想說 高北禮拜你要講什麼話 他說 我開計程車 我的收入不穩定 好的時候就不錯 不好的時候 沒有人叫就生命不好 所以 有一天我的孩子發燒 發燒到抽筋 我知道 那陣子我的生命不好 那陣子我的生命不好 所以 發燒到抽筋 我知道 那陣子我的生命不好 他不敢去 然後鄰居跟他說 你去找教育生 台湾的教育生都說 什麼生什麼生 不是 你去找教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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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陣子 這陣子我去找教育生 你怎麼說 好 快點拿這個 給我去找人家吃 不然這樣 我先打到抽筋 好不好 這個計程車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高興拿著 拿回去給孩子 所以我開到家裡 要包一大塊錢 裡面兩百塊 然後 他說 他說 他以為 醫生看了很多病人 妄中有抽筋 塞到他的藥帶 他說 我不可以拿錢 因為我欠他錢 我拿藥膠 我怎麼可以再拿他的錢 所以開著進去 都跑過去跟謝文說 醫生啊 我怎麼沒辦法對你這個錢 這個你看不到 我欠他的錢 他要你 總是進了八塊 我怎麼沒辦法對 醫生怎麼跟他說 我跟你說 你的孩子 跟他吃藥不好 因為你用不了 沒有 沒有依靠你 這兩百塊 是讓你去買財務 好 就給他 跟這個計程車 他的狀態 你聽了會不會看到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 這個叫paradigm 這是 你看一個人 我用醫生的講 你看一個人到你面前來 你看到那個病 還是你看到你能賺多少錢 還是你看到他有什麼需要 這是一個視野 這是一個視野 剛才那一張圖 你看到的是 是船 還是拱人 就不一樣 其實它是同一張圖 它真的會轉移 這樣這樣你知道什麼叫paradigm shift 醫生還是醫生 看病還是看病 可是他的態度 他對病人的觀點 都產生不同 這一個人 是光明這個字的人 他的書 人家特別用這樣來表達 就是 在這裡 這跑到這邊 這是一個shift 一個轉移 一個轉移 他是很有名的語言 他是哲學家 他是研究科學哲學 Belosophical science 這個人是很不錯 他同腦很好 他是1922年出生 1996年過世 所以 柏仁七十四歲 他在1962年 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 蠻有意思的 叫做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How much could 比較有人 科學革命的結構 科學革命的結構 在那裡 他就提到 這個paradigm shift 那我會用科學的例子 因為我覺得今天坐在這裡 大部分的人生活在現代 所以我跟你講科學 你會覺得還不錯 我如果跟你講 聖經有什麼事 誰知道聖經講 科學 我都覺得科學不錯 我很科學 就是 我是死事求事的 對不對 所以 他研究的是科學 他是研究科學 他是研究科學 怎麼會革命 科學有革命 而且革命的幾次 不是只有一次 好 那這樣一介紹 你就知道 從前現代到現代 從現代到破現代 其實是一個paradigm shift 是一個典換轉 那個轉移很大 兩個人 這個人 1473到1453 你close companions 是個paradigm shift 認識個paradigm shift 認識個paradigm shift 上課聽過 應該有吧 這個paradigm shift 是搞什麼的 蛤 他是科學家 他做什麼用 他研究什麼 星座 星座 太陽 看月亮星星太陽 對 天不天啊 然後這個人 然後這個人呢 他方面這個人呢 這個人叫 這兩個有關係 可是不同的人 他 他比他後面 他1543 他1642 所以他比他後面一點 這兩個人都是研究天文學 一個是理論學家 一個是實證學家 加利瑞是實證學 他是親自用望遠鏡去看星星 然後去聽他們的距影 哥白尼是數學家 他是用算 可以算出來 所以這兩個 他們都是對星球的運轉 很有興趣 哥白尼呢 他都在算 算那個 月亮 地球 太陽之間的關係 他算出來 他發現 跟當時大家的相信不一樣 因為 當時全世界的人都認為 地球是不動的 是太陽 繞著地球在跑 今天用你的眼睛看 真的太陽從東邊升起 對不對 下午就從西邊下山 對不對 我們現在念科學的不是 他是 地球在轉 不是太陽在轉 可是那時候我們是現在的 不太陽 不是啊 他沒看就是 叫做地中心說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太陽星星 原來都是繞著 那這個可以算 你可以量他的距影角度 用三角可以算 哥白尼算算算算 算起來就不對 他很大膽 他就把他的 算出來的結果 就一個小小的文章 在科學界 在天文學界 天文學報 發表 有沒有 他沒有發表 他是 算出來 他說如果發表的話 會被叫我判死刑 所以他很聰明 他寫好了 他寫好了 就叫他的朋友說 我死了 這樣 發表 所以死後 就發表 發表以後 叫我要判他事情 才不急 他已經死掉了 為什麼叫我判事情 這個叫義專 因為詩篇十九篇說 太陽從東方起來 然後繞個地球到西方去 基督教聖經是絕對不會錯的 那你現在說 你就是大膽說聖經錯 那還得了 當時教寶是統治整個歐洲 連國王都要聽教寶 教寶權力很大 教寶就是負責 沒有人敢說聖經錯 有人敢說聖經錯 就是死 那死刑很簡單 把他綁在柱子下面 用一把火燒 把他燒死 當時死刑是禍刑 那這個 Garrelio-Beturn One 他1473 他1564 他讀到這個 哥白死後發表的論 他很有興趣 那個是用算的 搞不好他算錯 對不對 他說好 根據他的算數 我實際看 看是怎麼樣 所以他就 結果我用畫眼鏡一直看 一直看 結果他看出來 割牌你沒有算錯 的確 如果 地球不動 太陽不動的話 這個 這個星球會是動盾 這個老人家 他就還沒有試著畫面 這個比較噁 那就 把他的一個小小的觀察 把這個報告出來 那個 那個 Garrelio 他是很 很淺寧的 天主教徒 他對教會 奉獻的很大 也很熱心 所以 教皇 一看到他這樣 就很吃驚 老闆 以前說 現在怎麼可以這樣呢 就把他教來 就開宗教皇 說 你真的是公開發表這種 褻瀆聖經的言論嗎 他說 叫我 我不敢 可是我只是把我 都望眼鏡看到了 剩下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我看到是這樣的 不是那樣 他說 你知道你講這句話 就是褻瀆聖經 他說 我知道 你知道褻瀆聖經 是唯一實行嗎 他說 不知道 可是我看到 我不能不說 他說 你這樣已經診斷 判斷 已經確定了 就是實行 但是因為你過去對教會 也不錯 奉獻很多 而且真的是 對教會服務很多 所以 我給你一個機會 如果你當眾認錯 我就放你一碼 特色 不把你看事情 這個老人家想說 我如果不認錯 我就不能再看太陽 我如果要看太陽 我就認錯 可是 那怎麼辦呢 後來他想一想 還是 留著親善在 我怕沒日看 對不對 對 然後就跟教會說 哎呀 我這個老人家 有一點白內障 他這個 看走了也 大概是我看錯 叫我很高興 不想殺他 就好了 可以 輸你無尊 回家 在 嘉利略要離開法院的時候 聽說 他 抖滴滴的 默默的自己在那邊 自擁自擁 雖然我認錯 地球還是在轉 雖然我認錯 地球還是在轉 就回家去 這是有名的一個公案 一直到環蒂康第二次大會 所以 好久以後 天主就叫我們公開認錯說 各位 你算得沒有錯 嘉利略看 也沒有錯 是我們解釋聖經 解釋錯 聖經也沒有錯 因為聖經 根本不是天文學的 教課書 詩篇是詩 你知道詩嗎 你來那個白瓦三千丈 你練過嗎 你會不會先量他的頭髮 不會 那個三千丈不是長度 他是用一種方式 來表達他的意境 你把詩歌題 拿來當作科學作品 來討論 這是你的問題 跟聖經也沒有關係 跟哥白也沒有關係 是你解釋錯 這個不容易 這是一個很大的 RM學 人類一直以為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後來給這兩個人 把你推翻 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看 這是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本來是Geocentric 這是當時的 官方的了解 不只教會 包括所有的科學界 所有的人都認為 你自己 現在到現在 你用眼睛看 還是太陽太轉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還是這樣子 你必須要跳出地球太陽 在外太空 站著看 你才發現地球在轉 不然你自己在地球 你根本不知道地球在轉 因為你跟著它一起轉 對不對 你站在地球上面 所以看不到 都不奇怪 這個是立足點的問題 我說Perspective 你站在哪一個立足點 在看東西 看起來就不一樣 有沒有看過那個 那個 你有時候在車 像坐高鐵 然後 你沒有動 可是你旁邊那一部車 開始動 你會感覺人家往後面跑 有沒有 那就是你的立足點 帶來的 觀點跟主態一樣 然後 後來 就是Perspective 這是 我舉一個人 這個叫一個 Paradigm Shift 一個點換轉 這個條體的 舌頭伸出來的是誰 大一 你們認識他 看起來比較嚴肅的 比較可愛的是誰 鳥頓 Newton 這個也是一個Paradigm Shift Isaac Newton 1612 以及26 Uber Einstein 1879 這個慢著說 1955才過世 1955 這兩個人 是我們物理學 我們就學到物理學 一個 大師 大師 你們內工科學 應該都知道他 那 牛頓最厲害的是 他被蘋果打到頭以後 他居然發現了 萬有隱蔽病例 我們被蘋果打到頭 就撿起來吃 或是 或是爆蘋果 我們就不會想到 萬有隱蔽病例 那厲害 所以 世界有三個蘋果 改變這個世界 第一個是夏娃吃的那個蘋果 害我們都必須要認診 一個是打牛頓那個蘋果 讓我們還 你們都要在學校 要念那個什麼 萬有病例 一個是那個 蔣博士的蘋果 那我們現在錄的不用電腦 沒有 就是三大蘋果論 那就是第二大蘋果 你還記得他講的是什麼嗎 就是慣性定律 還有這個 動字 那個 那個 V等於 M MV 就是那個 你給他推了一個東西以後 他就會動 知道嗎 那個動字會跑的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你給他做的 他會給你管管的力量 他那個三大 三大命運 對 他這三大定律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必須假設 質量 永遠是質量 動量 能量 永遠是能量 能量不可是質量 質量不可是能量 他的公式才會成立 在他的時代 我們運動的速度都很低 所以他的定律是多足的 物理學被他掌控的很久了 大家練物理 一定這三個是最基本的 可是安斯坦 他也是用算的 那個時候 我們還沒有那麼高的加速器 可以來做試驗 你的湯哥白尼 湯數學算算算 如果你把速度加快 他說質量變成能量 這哪有可能 他說有 我算再一看 他最後我們的公式叫 1等於mc平方 c是光速 所以一點點的質量 可以變成很大的能量 原子彈是這樣子 來 Anyway 這個一提出來 那牛頓的那三大定律 就等於被推翻了 因為他的基礎是質量跟能量不能互換 然後 後來科學家已經做了 小粒子 加速器 已經證實 安斯坦是錯的 牛頓是錯的 牛頓的錯在於 他只在很低的速度下面觀察 知道嗎 速度 接近光速的時候 這個世界就不是牛頓的世界 就跳到 安斯坦的世界 我們現在很多人 還是搞不懂 怎麼會質量跟能量 怎麼會互換 可是 那些高等物理的都告訴你 是怎樣 沒有錯 這是另外一個 物理學的 很大的典範轉 它是 它是 運動定律 它變成 相對的 theory or theatility 這是 另外一個 很大的典範轉 這些都是科學界很有名的 我們都知道 所以說 科學 是一定會 這裡就 出問題 對不對 這兩位都是科學家 一個叫做 Cooper 他也是科學哲學 他說 科學就是 到現在 還沒有被 新的實驗 推翻的 假設 所以 科學 絕對不可能是真理 可是現在的人認為 唯有科學才是真理 這是 現在跟後現代 一個很大的不同 這個改變也是不容易 對我來講 我們相信科學 是最標準的 到最後是用科學來驗證的 現在 講一講說 居然不是這樣 因為 科學沒有證明的能力 只有 推翻 只有抵抗被推翻的能力 你知道嗎 那個 進化論 到現在都還沒有被稱為 進化律 牛頓的理論已經被深刻到律 叫做運動定律 在進化論之前 我們叫做假說 hypothesis 假說就是我大膽的 我看了一些 我大膽的提一個 講法 這個講法是我隨便講的 可是我是有一些根據 那別人就用這個想法 一起去看 如果看了幾千次幾萬次幾百萬次 我這個講法還成立的話 我就被深刻叫做理論 你知道嗎 假說就變成理論 可是理論還不是絕對對 那你還是理論 那這個理論又被很多人 一直實驗都不能推翻的時候 我們才把它深刻 叫做定律 物理學是我們所有的學問當中最早開始 裡面的定律最多 生物生命科學是比較慢開始 裡面的定律不多 化學有一些 大部分生物科學都達到root而已 那root的意思嗎 theory 那不是root root就是比較確定 就算到了定律 像牛頓 他也不是真理 他只是 到目前還沒有會推翻 愛因斯坦還 他就可以 推翻 愛因斯坦講的這個 也不是真理 只是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人 的實驗 看出來 他這個理論站不住 所以這個相對論 你看他還不知道定律 那目前還是root 到目前還沒有 大家還接受 好 那我把這個講完的名字大概知道 其實一個大家都相信的東西 如果有人真的有辦法講說這個不對的時候 他第一個大概會被判死刑 如果沒有被判死刑 就很奇怪 因為在科學界就是 你要 你要對當今最紅的理論要挑戰的話 大部分都先被拒絕 要經過很多次 那個舊的理論已經 你懂了嗎 就是不能解釋很多現象的時候 大家講慢慢的 所以那個 第一個 第一個發現 最好的那個人 大部分都是 吃虧 吃虧 經過很久以後大家才會接受 所以那個 paradom shield 是痛苦的一件事情 不是太快樂 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 那現在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前現代的paradom是什麼 然後到現代的paradom是什麼 然後到現代的paradom是什麼 然後如果時間夠的話 我再講到後現代的paradom是什麼 我大概剩下五分鐘 所以你們今天大概只能聽到 前現代的一點點 那我會繼續講 如果你們不把我趕走的話 你們可以從 我們教會問到我什麼時候會來過 因為我現在的工作是 美國一個是學院的副教授 所以我需要被派去不同地方教書 下禮拜四就要去運火 那我今天不派出去的時間不一定 所以我能夠來你們的地的時間 就沒有反送 每每兩個月 都必須要在我沒有出去的時候 就排過來 今年我會來六次 時間金都定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 繼續聽這個後現代的故事的話 你們可以從教會問到 哪一天你就換你的時間先寫下來 到時候 除非我死掉了不讓我回來 好 那我們這個就是 細說 慢慢來說 你們可以很比較詳細的了解 什麼 原來 什麼 或者現在讓他們 是有一個過程 有一個旅程 並不是出來就跑出來 是從前現代的 前現代的時間 你可以寫一下 差不多是500BC到1500AD 所以差不多是2000年的時間 這是Growley 那個500BC以前還有 那個就是原古時代 那個我就不談 我們就談 主前 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後1500年 這一個大段的時間 叫做前現代時期 那個 那個以前的 就叫做上古時期 最前面的那一段 Antique 就是500BC到500AD 這個前現代時期的上古時期 就是古代 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哲學 Filosophy 大家很尊敬的哲學家 這兩位 都是希臘 一個叫Platon 柏拉圖 一個叫Aristono 亞里斯多 這兩個人 所以代表 是上古時期 古希臘古名的兩位 很有名的人 很聰明的人 他們對世界的看法 就影響整個世界 所以用他們兩個當代表 來知道在上古時期的人 他們怎麼看這個世界 這是他們的典範 這個上古時期 看時間 Chronos 看空間 Cosmos 宇宙 這個 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 他們在看這個 宇宙的這個 深層 他們兩個看法不太一樣 只會是在我們 研究學問的兩大學派 到今天還是這兩大學派在競爭 那有一張圖就是 柏拉圖是 一個手指天 亞里斯多德 他是五個手指地 一個是指天 一個是指地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 perspective的那個典範 那 柏拉圖認為 這個宇宙 真正存在的 是只有在天 那個天上存在的那個叫做 Idea 壁面 Idea是永存不變 地上的東西都是來來去去的 不變 所以 舉一個例子 你們做的這個叫什麼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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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 這個 這就是Idea 對不對 我跟你說 一百年前 它不叫米子 對不對 這個椅子應該不到一百年 可是這個東西 其實一百年前就有了 它可能是沙子 可能是 礦石 還是什麼 在地球上面早就存在 但是有一些工廠 後來就從地裡面把它挖出來 把它弄一弄 然後用油漆 現在叫米子 對不對 這個椅子一千年後 也不會叫米子 它可能爛掉 生鏽 壞掉 可能永歸為大地 這樣懂嗎 所以 Idea 這兩個字 它是存在你的腦袋瓜 或是要強調米原 那個東西是普遍的 你的Idea 這個觀念 可是根據這個觀念 做出來的Idea 都是 不是真的Idea 那個是在時空 我講過那個 時間空間當中 這個時候 剛剛好是這個樣子 看起來像Idea 很早以前 它也不是Idea 很厚也不是Idea 這樣懂嗎 所以 你要研究 這世界的真相 你必須要研究 那個Idea 今天我們家一個L 就叫理想 只有那個是絕對的 其他的地上 看得到摸得到 都是相對的 都是握眼於天 我要怎麼這樣子 蘇格拉底說 不是 那個天上那個 就是你自己想的 誰知道對不對 可是地上這個 我可以看 可以摸 所以我如果要了解這個世界 我去追求那個P5票 我不要看 看得到 這兩個真論 就變成今天的研究學問的兩個方法 一個叫演藝法 一個叫歸納法 如果你對做research有興趣 你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歸納法就是亞里斯多的方法 目前的科學建立 是歸納法這樣做 五個觀察 這個時候五個觀察 到後來 都到同一個手幹 知道嗎 這一個就是真理 這個真理 是由五個觀察來造成的 今天我們做實驗的是這樣 做很多實驗 如果你做一千個實驗 跟做一萬個實驗 一萬個實驗 得到這裡的機會 會比一千個大 懂嗎 因為你看的次數比較多 但是 你怎麼看 你看 一億次 你也沒有辦法 把地球所有的現象看完 只要有一個你沒有看到 你的理論就可能錯誤 所以真的念科學的 他在發表的時候 他後面會寫一個 叫P甲為0.01 看過這個字嗎 任何報告 只要他是科學報告 後面的P甲為0.01 就是說 我有信心 用我這個方法去做 你做一百次 看起來不是我看到的機會 是小於一次 那這個研究就是很好 知道嗎 如果P甲為0.05 就差一點點不錯 這個研究就是這種在講什麼 所以那個代表說 我看到的不是真理 知道嗎 不過他有一定的性度跟效度 在那邊 那這個想法是從亞里斯多德 就是我們從地上 腳踏實地去看 看到以後我們就整理整理 把它歸納起來 就可以歸納到一個科學的理論 理論是這樣 那P甲為0.05 那P甲為0.05 都不是 你要頭腦很清楚 前面 接受他對的話 後面那個答案一定對 這個叫做邏輯推 那所以這兩個都很好 可是它是兩個不一樣的面向 來看同樣一個事情 這是兩個Paradigm 上古時期 那麼古代的人 就那麼聰明 他就知道人類要有知識 需要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嚴格的邏輯推 一個是仔細的去觀察 然後去歸納 這是他們兩個人 好 那這樣就把上古的 上古所以上古的不是笨 不要給他們笨 他其實蠻聰明 只是他沒有那麼多設備 沒有那麼多好的機器而已 那想法蠻好的 再來我們到中古 中古就可憐了 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的時候 這個就叫做黑暗世紀 為什麼黑暗世紀 因為基督教掌權 他在我說的 教皇說 講這樣錯就錯 整個世界就叫做黑暗世紀 因為教皇不是那麼聰明 可是他就根據他對聖經的看法 掌控人類的整個之世界 真的是這樣 好 黑暗世紀怎麼來的 這個人你們不太認識 這個人 這個人叫奧古斯兵 奧古斯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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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他是 羅馬 羅馬皇帝 這個羅馬皇帝 你知道羅馬帝國 他是 耶穌的時代統治這個世界 可是後來他 開始 太好 開啟 所以國力開始衰尾 然後北歐那個地方的海盪 你知道嗎 北歐那個人就開始攻打 然後羅馬帝國就分裂 東羅馬西羅馬 西羅馬比較 維密 就是比較 花田酒地這樣 那東羅馬就有點 西蘭你知道嗎 意大利跟西蘭 那東羅馬就不行了 北歐那個海盪會被 會被打爛 會被消滅 所以後來 就真的不能在 東羅馬西羅馬就打仗 打仗 為了要那個奧古斯兵 國俠他們打仗 他打仗的時候 這個 軍事 這個 軍事坦天大地 他媽媽是基督教 可是他不是 那他呢 受他媽媽的影響 這就是要多少有一點印象 有些晚上做夢的時候 就是明天要去打仗 夢見阿兵哥那個盾牌上面 都有一個紅十字 他知道十字是那個 基督教那個記號 十字架 他知道 哇 這個上帝給我啟示 阿兵哥的那個盾牌 要畫一個十字 這樣就會引爆 等他醒來以後 叫他病了 每一個人在他的盾牌 都要畫一個十字 阿兵哥在上面講 就畫很棒 有那一次他打仗 打仗 打仗 非常高興 他說這個 上帝祝福我 往上啟示我 報個十字 現在就 打仗 因此呢 他就 發了一個命令 把基督教 除罪化 但其實以前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 是地下宗教 好像以前台灣的亞旦教 是會被取締 現在大陸的華人工 知道嗎 會被抓 作為舉例 因為 猶太家必須去跟羅馬帝國 去控告說 這個亂講 怎麼死人物 什麼不怕會生怕 都沒人說 這個不行 這是去控告 然後基督教徒 他們 聖殘然 這是我的身體 這是我的血 你吃人會胖 吃人會胖 其實耶穌教他們這樣講 所以基督教徒 都是被發現的話就是判死刑 拿去餵獅子 拿去用火燒 基督教早期很可憐 過街老鼠 如果你有機會到法國 到義大利 你還可以看到 基督教那個時候 是住在虎墓裡面 叫卡塔塔 我去年 11月去法國 他們還帶我去看 在地下古城的地方 王 往地帶 裡面都是活動 他們就住在裡面 住在裡面 這義大利台灣 因為一出來 就被抓去 撒掉 躲在裡面 瞧瞧 他們就生在裡面 坐在最後死在裡面 不敢出來 那個是這個皇帝 就 313年 他就下一個令令 叫米吶樂立 基督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宗教 不是邪教 這一公布以後 而且金字塔已經說 哇 既然上帝幫助我 我要做基督塔 他這樣公布呢 文文百官立刻受刑 你知道我也是嗎 大家趕快受刑 皇帝受刑的話 教會就落空 因為受刑的目的不是信耶穌 是要給他好處 這很極規劃短 對不對 所以信教我都不管 我都洗一下 洗一下是基督徒的 然後我就跟皇帝說 我也是基督徒 我跟你站在同一邊 這很細長 什麼時候 如果信宗教得到好處的時候 那個宗教就落空了 教皇是掌握全部的 國王要登基 要討勞 教皇要批准 或者的話就不算了 所以 國王都要聽 教皇 當政治權力 跟宗教力量都握在手裡的時候 那就是落空 這樣落空 整個教會落空 可是教皇他們 整個歐洲就要到黑暗世界 你不可以講 教皇說不對的話 就是死期 剛剛我先講過 那個 嘉義略的事情 那個死期 你看有一千年 從五百年 A.D.到一千五百 A.D. 我們全世界的黑暗世界 以前 基督教墮落的時候 是這樣子 那 到奧古斯丁的時候 奧古斯丁是少數在當時的一個宗教家 他很好啊 他就是 一直會還寢自己 所以寫了一本書叫《忏悔錄》 他忏悔錄 他如果不是做故事 他應該是 金神科的 比佛瑞的早晚很久 因為他那種 昏西之底 內心世界 很細密 可是他後來 成為宗教人 他對基督教的研究是相當好 所以你可以說 在那個時期是 基督教也有很好的人 可是 整個大體來講 是藏權 然後 控制大家思想 不准大家講不一樣的聲音 那那個時候 整個是墮落 這個是 前現代時期 他寫一本書叫《希利歐報》 他認為 基督徒是雙闖國籍 Ignon Man是 活在神的國裡面 裡面又是活在羅馬帝國裡面 所以他必須要 是很危難 在兩個國之前 他必須要求怎麼樣活下來 才可以討神的關係 在這個世界又會活下去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奧古斯丁 他們相信 上帝掌管整個宇宙歷史 罪惡會傷害理性認知 時間會走向永恆末視 所以當時他們相信 這個世界會有一個結束 那一個學問叫 Escalpology 叫中墨學 中墨學 所以到一千五百年的時候 羅馬帝國已經垮 垮掉很久 然後就是各聚三種 各個地方都是貴族 就是比較有知識 有力量 他們就圍地自己作王 可是當時呢 教王還在 羅馬帝國是不見的 可是教王還在 那這個時候就產生那個 教王掌控這些貴族 公國 伯爵 侯爵 這些的時代 那那些 教王很聰明 畫面一個東西叫做 贖穗卷 這個意思是這樣 因為這個 你死掉以後 將來上帝會審判 那審判以後 如果你是不好的話 你就會受 長的酷刑 所以就是大家很害怕 很害怕 那他就是跟孩子說 你老爸死了 那你如果是他死以前 做什麼不好確定 他如果看你老爸這樣 也是不會過心嘛 所以你應該給你老爸 賞罪了 賞罪 那賞罪了 你就沒有錢嘛 你就把你老爸的餐 給我們關上交換 你就要買一個酷罪券 給你老爸賞罪 你看姻鳳兒 老爸跟死了 他做派不做派 如果你老爸做派 我沒有替他主意的是 照西亞的醫療 我們 真的事件 看他在那裡會被灰罪 我們也很害怕 也會被灰罪 所以大家 都很害怕 我一看 就好像我們 拜拜 那個長輩死了 我們上次 一定要請財寬來量 一定有什麼 因為 就擔心他當運 所以如果怎麼樣 走不走路 或是說 沒有一趟 所以他 又好 這種心態在當時也有 所以慢慢慢慢的 歐洲的土地都變成是叫洪的 請問那時候是黑死病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一山多少是黑死病 沒有錯 黑死病也是一個事件 那 那個 那個 就是 那些 貴族 是 叫洪 總是 收好水 你知道嗎 那個地都是正地在叫洪 所以他很不爽 有一個人 就是 那個叫馬丁路 那個人說 不對 教會怎麼走到這個地步 都不對 他就起來說 不會這樣 耶穌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今天變成這樣 教皇當然就是 既得利益者 不容許他這樣 就派人 就要把他抓起來 要看事情 結果誰保護他 知道嗎 德國的那個貴族 把他保護起來 德國的王子 因為 他如果辦法把教皇搞垮的話 他主地才有機會拿回來 因為登記在那個 教皇那裡 所以 馬丁路德這時候 沒有被殺掉 不是他厲害 是剛好那個 那個德國王子不爽 就把他藏起來 他把他藏起來 他在地下室沒事幹 對不對 藏在那邊 做什麼事呢 他就翻聖經 那時候聖經都是拉丁文 沒有人讀書 所以跟他媳婦 可以去旁邊 敵國人也說 敵武 憲憲無敵武 拉丁文 真的讀書 跟他媳婦讀書 所以都會讀書 跟台灣世界人都讀書 你如果沒有讀書 你看看沒有 對 他那邊你也聽不懂 那馬丁路德就躲在地下室 在躲教皇 追殺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聖經 一個滋一個滋一個滋 翻證 他翻證的時候 剛好古藤堡 發明了 變刷機 不然 一般的人 沒有錢買書 就說你有書 哇塗啦 用手操得很貴的 那現金操得這麼大分 古藤堡 古藤堡 變刷機 這時間站到那個時候 所以就變成是用相當 相對便利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拿到一個聖經 很厲害 我在美國要回來去 去看到那個聖經展 就看到古藤堡那個大印刷機 那個很好 那個是用兩個鐵板 那這個就影響很大 因為以後神父在講什麼 我回去可以看 看聖經 而且我看得到 是德語的 不是拉丁文 我同樣可以寫 這個就不一樣 然後當時的人就開始說 以前被叫往禁止不可以看 不可以想的 現在都可以想 他們又回去讀 亞歷斯多 跟佛拉丁 上古的那個 被壓下來 不能講的 那所以科學就開始蒙移 你知道嗎 從文力復興 文力復興是回到古希臘的文明 那時候有很好的文明 後來被黑暗司體埋下去 大家只能聽神父講聖經 他就亂講 對不對 然後大家就停啊 就這樣子 那現在不一樣 那那個 本來唸書都只有唸神學 現在可以唸一般的學校 教育起來 所以這個中古時期就快要過去了 那當時的整個 國家都是被基督教統治 我們現在把它稱作天主教 其實它是基督教 叫Christenton 國家 好 1500年可以說是一個 一個轉變 在1500年以前 古代是哲學 就是佛拉圖那個時代 到黑暗時期是神學 絕對 就是聖經的解釋 世界是怎樣就問聖經 只有聖經是標準答案 可是到現在時期 他就說不是 你要用安格的邏輯 你要用實驗的證據 你才可以找到真的知識 這個知識就開始不同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所以就走到Rationalism 理性時期 所以開始 強調理性 就是柏拉圖的想法 那個 哲學 邏輯 這兩個人 一個是 他是 宗教改革 抗拒教會的傳統 權威 一個是 蒂卡爾 René Descartes 他認為 我是 我在 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因為我會思想 所以我活著 我會發問題 所以我活著 我會思想 就是 我 所謂會思想就是 我會問 不會人家怎麼 我就說是是是 我會想 我的存在身邊 我會思想 所以他強調 上帝給人 我這個頭腦 應該去想 不應該 牧師說什麼 你就相信什麼 你要想 你要問 然後你自己做決定 這個是很 所以理性主義興起 就把很多古代的一些 我們覺得不太對的想法 就會懷疑 就會挑戰 這也是一個 這個paradomship 很重要 所以 講 講 我師 故謀戰 想要每一個人 要用自己的理性 來思想 你所聽到的 所有的東西 所以 這個就是我說的 那一張 我現在出來 這個 一隻手指天 五隻手指地 所以他們又回到 上古時期的 那個好的東西 因為被宗教壓下去的 他又起來去研究它 所以 文力互星 即使是 互補 Renicence 學習上古時期的 拉丁希臘文明 歷史上的 哲學 人文 然後到 17世紀 就是 理性主義 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是 啟蒙 啟蒙 就是 我們應該要 開始 用自己的頭腦 來思想 這個 康德 當時的哲學家 你們 看 康德 就是一個人類 往前走路很重要 強調 用你的理性 來思想 來瞭解 所以 人是自主的 人是可以使用理性的 這樣子才可以脫離無知 必須要有勇氣 脫離無知 好 那這個 康德的理性主義 後來就 你用理性 講了半天 我要用實驗 來證明你講的 對不對 所以那個 一隻手就要用五隻手 來驗證 所以這就走到 經驗時期 實證時期 Empiracy 這個 Francis Bacon 是英國的 他是一個 實證主義的 一個前功 他覺得 人 最重要得到知識 是知覺跟經驗 無關 不是這個 頭腦 都在聊一下 得不到知識 你要去看 然後 歸納 歸納得到的結論 不是必然 只是過然 過然就是 批小為原點的意思 就是說 我對的機會 有多少 這樣講 才比較接近真相 鎖 鎖 現在 從 研究大自然 開始到 研究人 人 人的關係 就是我們最近 明天要選舉 那個就是 鎖克他講的 就是 自然人社會契約 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是自然人 可是 大家都自然人的話 你就晚上 不能睡覺 因為你不知道你睡覺 會把你頭砍下來 對不對 你總會有把握 所以大家為了 讓大家可以安心睡覺 大家簽個月 晚上睡覺 不能砍人頭 這樣 那大家都簽了 我才可以安心睡覺 那個叫做 自然人社會契約 因為大家都像猴子一樣 變成水打水 就做 就是 人為高處 我為魚肉的時代的話 大家都活得很 很不安 所以當時的人 就聰明了 可以說 我們大家談 這個人專門當警察 專門做外人 這個人專門管錢 他是銀行家 這個人是律師 做什麼 大家就講 就是分工合作 大家過的日子就比較好 人類無敏的 幾乎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開始 從自然人 開始會社會契約 大家簽來 倒是要做 都有好處 然後政府就出現 最主要的是 讓人活得更好 可是現在看起來 好像不是讓人活得更不好 所以 這是政府的扭曲 沒有照原來露克的他的想法 所以 馬克思就發現 不對 因為你們契約簽完以後 就是有錢的人 把契約簽的 就是對美錢的人 比較不利 這個很簡單 比如說 電腦是用沙子做的 你知道嗎 晶片 叫西里库 你知道那個西嗎 西是沙 是海添的沙 那 那 沙很便宜嗎 如果我是開電腦公司 我是用很多沙 我就去 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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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 我十塊美金給你買一頓 那 結果人家說 好啊 我每個人看這個 我十塊美金就買一萬 那當十塊美金買了 一大堆沙 我做一做就做一部電腦 說這百萬美金你買嗎 那這就是定的 當然是那個 做電腦的人定的 不是賣沙人定的 賣沙人就是往那裡沙賣出去 你知道嗎 那個 日本有那個時間 不只來台灣買什麼圖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蒙古 熟熟的去買 其實那個提電裡面的 某些東西 他做完後面給他賣很貴 這個 一來一去的 沒錢就越貴了 有錢就越貴了 中國大陸也是一樣 那時候你笨的時候 外國都去給他買 都原料 這就是這樣 到底 如果電腦這麼貴 那沙的價格應該要貴一點才對 你知道嗎 因為他 這個應該有一個公平的算 不是 生理老闆在管你公平 我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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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不公平 所以 法國際就是說 那些有錢的都是混蛋 把他砍掉 顯得要分 然後 無產階級專政 就不會賺這個錢 這是共產主義的錢 所以整個人類的國民 這個Planet Shield很厲害 就是 一直要解決 這個世界的人的問題 所以 Carmac是 統戰租民 朝鮮 這些是民主政治 所以他強調 無產階級革命 這邊 然後共產主義的情況下 大家都沒有錢 所有錢都不買 這叫共產 台灣人去 中國大陸 做私立開工廠 你不能擁有 你不能擁有 那個土地 你不能擁有工廠 你知道嗎 你得到使用權 五十年幾年 那些國家的 你知道嗎 這樣你就沒有 不會去搶 因為搶沒有用 搶來還是國家的 你知道嗎 你這是使用權 所以 馬克思其實是一個 多方 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如果你看聖經 其實聖經一開始就是 共產主義 只是後來沒有成功 馬克思的共產可怕的是 他不是自願的 他是掐著你的脖子 讓你把錢捐出來 這個可怕 那不然共產 其實我們現在的 全民借口就是共產主義 知道嗎 簡單點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如果你一拼手機 要看便宜吃到壞 對不對 那個就是 那個風險大家混淡 然後賺多的人 都交一點錢 共產主義就是這樣 共產主義不是不好 可是便宜不是搞壞 他就等於不用暴力 有錢人才不會 乖乖的把錢叫出來 我是趕他掐著 他就熱捐 因為說熱他就捐 好 我的時間已經到了 已經8點25分 剩下5分鐘 後現代 對不起 我們就講到後現代的門兒那邊 下一次我就會講後現代 後現代是比較熱出我們 可能不一定能夠那麼了解 我現在講的現代前現代 你們可能多少還有一點 觀念或是印象可能還不太難 那我們走到後現在就講語言學 那個再說 有沒有問題 請問那麼時間 我請問一下 共產主義是被蘇二給發明的 那他那時候是那個 蘇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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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 他有部分是很好 然後結果他在中國大陸被毛澤東發明的是說 有飯吃就是最好的共產主義是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 但是共產主義 其實畫面就是猶太人就是馬克思跟恩格爾 他們兩個人 他們是在羅敦的圖書館裡面 他們觀察 當時英國因為那個共衛革命 所以英國產生那個農屋都變成化工 生活很苦 那馬克思即使是很有愛情 他覺得這樣不對 你知道嗎 本來他就是農 大家快遞就比較公平 你辛苦一點 你多割一點 比較懶得少割一點 沒有差那麼多 可是一旦資本集中 一旦技術集中 然後有技術的人 就是幾乎沒有技術 我剛才講的那個例子 就是這樣子 我再舉個例子 你就聽懂 你知道那個愛智病的研究在哪裡做那麼好 在非洲 今天在美國做很貴 在非洲給一個人 一天一塊美金 大家都讓你實驗 知道嗎 可是實驗出來的藥 誰在吃 知道嗎 美國人在吃 因為非洲人買不起 為什麼說 可是是用非洲人的生命 做實驗出來的結果 那現在全世界這個藥界 在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不公平 就是 他奉獻他的生命 那裡研究出來的結果 沒有 是沒有貢獻的人 好處拿去 有貢獻的人 好處拿不到 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我覺得 一些人都懂我在講什麼 所以那些人 那些馬克思 其實那個都是一個 不要被扭曲 不要用暴力的話 其實都是很好 他們是很有影響的 要解決這個世界的 不公不義的 這個問題 馬丁路等也好 馬克思 洛克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佩服的人 他們都不得到的代價 他們想要真的 把人類的社會 弄得更好一點 我們 每一個人 每一個時代都是這樣 都希望 我們的家庭 像我們比較好設定 大家不會被欺負 對不對 不會欺負 那些比較沒有的 基本上就是這個問題 但是大家的看法會不一樣 你要用什麼角度切入 那個看法就是paradigm 就是我說會變不斷 好 P 是 P 人家蔡布森 你的典範移轉 典範會移轉 需要有力量 是什麼力量 典範移轉 應該是對 舊的典範是不滿 我會悔改 就是我原來的新聞 認為是罪 我在想悔改 好 那 鞏門變返船 是什麼時候 鞏門變成返船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就是說 這些時期的 這些典範的移轉 出現了我對原始的典範不滿的時候 我是想 顛覆它還是改良它 這樣 一般來講 沒有人喜歡典範移轉 因為典範移轉是很痛苦的事情 你必須承認你本來是錯的 沒有人便宜這樣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希望悄悄打膽 讓這個東西能夠存越久越好 特別是既得利益者 比如說現在大學的教授 絕對不會要典範移轉 他就沒有工作 因為他教的都是錯的 你知道嗎 所以 不管任何典範移轉的時候 當時的掌權者 他是以當時的典範在操作 那有人要把他翻 太得了 跟你拚 科學也一樣 你不會以為科學人家都很科學 沒有 他們是有新的想法 太奇怪了 這樣把他掐死 因為剛開始那個 他的WN support不夠 所以很多人就被叫 我最近在唸那個 準備要到英國開課 在唸一些東西 我發現 那個一個新的學說一提出來 大部分都是被大家罵得 但是 你講的沒有錯 就是舊的典範 已經 這裡冒一個 那裡冒一個 就是已經 滴滴辣辣 就是沒有辦法整個人造得出的時候 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希望把他 敲敲辣辣 讓他可以再活久一點 一直到沒有辦法 轉的時候 都是那個先知 就是先看到勇敢的 不怕 不怕砸頭的 他先講 就像多百年 家裡人這樣 就有幾個勇敢 不過他們都講到現在 但是我們還是以為地球是不轉 對不對 這個 新的典範出來以後 必須要有先知者 先知的當然是犧牲者 像那個 南威的土土 南威一直都是黑白 會開的 這不公平 那個 代義都不一樣 土土就被抓去坐牢 台灣的高居民也是一樣 你敢起來說政府不對 你就去坐牢 沒跟你搶手 沒跟你搶手 有的可以的話 就幫你殺掉 有的根本不捨辦 就把你殺掉 像德國安國王 被西德爾就殺掉 所以這個是很要命的事 不要以為典範一段是很輕鬆 不輕鬆 所以我們現在當牧師的 當老師的 我們都是活在現在的典範 而且是既得利益者 我們是以目前大家相信的 在教我們的學生 所以有任何人說 這個不對的話 還得了 這個是我的回答 是這樣 你講的沒有錯 就是 那個轉變 那一張圖的轉變是 你能夠跳出 當你發現這張圖不是只有 還有另外一面 你如果那一面看不到 你原本說那是環喘 那怎麼看怎麼像環喘 那我看不對 怎麼同一張圖 那個變成不是環喘 那比較遠的時候 變成拱人 我會很難 我以前看錯嗎 依照我能夠跳出環喘的點外 能夠進到拱人的 我才只能說 同一張圖可以有 兩個不同的看法 其實那一張圖是 故意化的這樣子 他只要比喻就是說 這個世界是一樣 可是由於面向的不同 那個角度觀察的不同 就是你看 看左邊還是看右邊 右邊就不同 我講的就是 你只看後面還是看前面 畫起來就完全不一樣 其實是同一個東西 那這個是很奇怪的 但是人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沒有眼睛 可以看上來有什麼 你在怎麼看 你只能看一部份 那這個就是後現代的特點就是說 當你在說我看的時候 怎麼的時候 你看的時候 只有這樣而已 你知道嗎 所以你在講話 就不能講那麼滿 講那麼絕對 那個措辭的問題 所以後現代把它 講到語言 當科學家 或是現代人說 科學就是真理的時候 這一句話就是霸權 語言霸凌 所以後現代 你科學沒有這個能力 你只有 我到目前為止 我做了多少研究 我看到是 這樣可以 是 所以我就出現了困難 如果是點放移轉這樣子 那 會不會出現信仰危機 也就是說 對 所以 當我相信 聖天是上帝的話 這是一個 點化 會不會被挑戰 會 會 所以在後現代 就變成是 我們的信仰 叫做 戰戰盡盡的信仰 對 那個 其實 你有興趣可以念 極刻古的書 那就是 聖天有叫 恐懼戰力 做成你得救的功夫 他就把那一節聖經 做很深入的分析 就是說 我沒有判好 百分之百的確定我是對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念了那麼多神學 念了那麼多書 我認為這個是最好 但是 我必須保持一個可能 有一天 我發現它是錯的 我必須一直保持那個可能性 但是到目前為止 沒有別的 可以取代它 我還要抓一個 因為沒有的話 我就沒得抓了 所以 我們叫做 抓住一個 你目前可以接受 可是輕輕的抓住 對 輕輕的抓住 那這個輕人一直說 萬一發現 比如說很故意的事 真的比較好 我有那個願意把它放下來 這個叫做 學習跟成長的過程 就是這樣子 我們說 我以前像孩子的時候 說話像孩子什麼 像孩子 一長大成人 就把孩子的事 丟棄 所以 不要擔心 因為 你會丟棄 就是因為你看到一個 比你現在可以更好解釋 你看到的現象 你才會丟棄 你不會隨便丟 你不是那麼笨 因為你有頭腦 所以你一定要很確定 那個是比你這個優秀的時候 你才會丟 可是如果 你是霸權 你這個科學是絕對的話 那麼 你根本 人家跟你講什麼 你根本不會丟 因為你已經把科學當成真理的時候 你就抓到那邊 你就沒有機會 進到後現在 你有可能被後現在浪潮 沒力 因為你堅持還是活在現代的裡面 可是 時代不會 因為你這樣就不走 他繼續 他繼續往前推 謝謝大家 對不起 下一次好嗎 那時候 那時候 共產黨 還有那個 蘇維亞政府 他們是有靠省的力量嗎 沒有 他們沒有 他們完全是無省主義 那個共產主義是無省的 對不起 你說你要講什麼 那你相信有真理嗎 我相信有真理 只是它不在人類的掌控 相信真理是相信 可是人類沒有能力去掌控真理 當你說 我看到甚至你 你把真理晃在這裡 手裡抓住 這個是現在最大的危機 叫做發靈 語言發靈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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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